俄軍遭遇致命月,北約或支持影子議會,策劃推翻普京 蘇州救人英雄胡友平去世,民眾獻花預佐,陸教授質問官方 各國準備川普當政,馬斯克說辯論是為換燈做準備 戰狼盧沙野批台灣是叛亂政權,遭網友盧場 美眾院通過《法輪功保護法》,大陸民眾支持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章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9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據每日郵報的消息,俄羅斯人推翻現政府,斬首普京的行動正在計劃中 前俄羅斯議員組成的影子議會一直在計劃從波蘭首都對普京政府成員進行暗殺活動 除此之外,美英情報顯示,俄軍遭遇到致命月,俄羅斯士兵損失高得離譜 《泰姆時報》消息,數十名名為人民代表大會的流亡政治家本州在波蘭會面 他們討論推翻普京的七點計劃,其中包括請求北約支持一項政治暗殺行動 以及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對烏克蘭的更多武器 他們將在下個月在華府舉行的第75屆北約峰會上提出一項正式提案 但是歷史學家列奧蒂對這一舉動提出的質疑 並指出,成功的暗殺不太可能得到俄羅斯人民的認可 反而可能引發廣泛的混亂和憤怒 而目前,俄軍試圖以搞肉機戰術突破烏克蘭邊境前線 這樣使今年5月成為俄軍的特別致命月份 因為死傷太大,沒有人可用 據聯合早報的消息,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方情報機構說 由於俄軍在哈爾科夫外圍和其他東部戰線都發起了更猛烈攻勢 導致俄軍5月份平均每天有1200人傷亡 這是戰爭爆發以來的最高值 雖然傷亡慘重,但是俄羅斯仍持續每月招募25000至30000名身兵 招募人數和離開戰場的士兵數量大致相當 俄軍希望用龐大的軍隊壓跨烏軍 這種搞肉機戰術最終令俄軍成功攻佔烏東重鎮 阿涅迪夫卡和巴赫穆特 但是前線的慘重傷亡 也迫使俄軍需加速真派新兵上戰場 導致派往前線的士兵往往缺乏足夠的軍事訓練 進而造成更多傷亡 不過,美國和西方官員預計 俄羅斯似乎還想繼續在東部和南部 採用搞肉機戰術來取得逐漸式進展 另一方面,無人機的作用也推升了俄軍的傷亡人數 綜合未具名俄軍在社交媒體公開的消息 俄軍部隊被敵軍無人機、機槍射擊和炮火削弱 傷亡慘重 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近期說 我們擔心俄羅斯會取得重大突破 現在我認為我們不會再看到這種情況了 英國預計有超過50萬俄軍傷亡 而不約對俄烏戰爭形勢和雙方實力做出了詳細評估 斯特爾·騰貝格在接受發生社採訪時說 我們沒有任何積作或理由相信俄羅斯有能力或實力 在對烏克蘭的戰爭前線實現重大突破 在今年年初,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彈藥數量比是1比10 而目前的比例是1比3 烏克蘭使用彈藥的效率遠遠高於俄羅斯 不約的援助還剛剛開始進入烏克蘭 除此之外,《金融時報》的消息 以色列與烏克蘭準備聯手 以色列準備將他們鐵窮系統裡的八套外國者送給烏克蘭 最近有兩名日本人在蘇州遇設事件 導致一名保護日本學生的中國女子胡友平身亡 而胡友平被追授蘇州市建議勇為無犯稱號 但日本大使館在28日則為他降了半期 而此前無寧在記者會上卻說這是偶發事件 還重申中國是世界上公營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但隨後就遭到韓國和台灣打臉中共 中國女子胡友平為救日本學生不幸身亡 日本下半期致敬成了社交媒體的焦點 而挺身而出阻止凶犯襲擊日本人的胡友平 是在26日離世的 日本駐華大使館28日 在其各個社交平台發消息 經問胡友平女士經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我管心感痛惜 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從歹徒手中保護了無辜的婦幼 相信她的勇氣和善良也代表了港大中國民眾 我們在此向胡女士的大義之舉致敬 怨胡女士安息 日本駐華大使館還發佈了一張降半期的圖片 向胡友平致敬 值得關注的是 胡友平只被追受蘇州市建議勇為無犯稱號 而日本大使館則為她降了半期 網友質疑,胡友平是26日去世的 但隱瞞了一到兩天才對外公佈消息 這個期間,中共政府在做什麼呢? 為什麼會對外隱瞞兩天? 復旦大學曲惠國教授炮轟執民蘇州公安局 為什麼公事不提胡友平私承人員身份? 為什麼公事不提胡友平是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對日本人行兇呢? 為什麼公事不提胡友平具體去世時間? 為什麼胡友平只是冒犯而不是建議勇為的英雄呢?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認為 中日雙方對這個悼念胡友平的方式 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對胡友平的悼念它是法治內心的 對就是胡友平這種寫己救人的高尚的行為 一種法治內心的尊重 這樣中共所謂的悼念和表彰呢? 她的目的是在於利用 中共官方無論是新華社還是蘇州官方 他們在文稿中幾乎是全面抹殺了胡友平 她其實是為了拯救日本校車上的日本孩子 去阻擋犯罪嫌疑人 所以才遇害身亡的核心的事實 她其實講明一個問題 空反襲擊的目標 一開始就鎖定了這輛校車上的日本的孩子 這樣中共她將這個情節抹去 其實就是將原本是一起非常可怕的 恐怖襲擊的事件的性質 完全改變成了一次普通的刑事犯罪的偶發事件 這是中共的目的 她並不是說真正的要表彰胡友平的這種大義之舉 要給她成為一個皆無 她其實是要借錢來爭奪一個話語權 然後將整個事件的性質 將它偷偷地改變了 以此來符合中共官方對這次偶發事件的定性 另外,在蘇州公交站 不少中國民眾去給胡友平送花悼念英雄時 蘇州警察阻止人們制製胡友平 一個小小的車展 二十幾位便衣 各種花式的欺騙 要將路人手中的花拿走 網友質問,日本駐華使館 以最高規格禮節 降半期為胡友平女士戰哀 還在6月30日3時 為胡女士舉行追思悼念集會 一個建議勇為的人死在自己的祖國 不給獻花、不給集會追思 而日本卻在舉行 唐靖遠說,她為什麼要阻止一些民眾去獻花呢? 一個是中共出於維穩的本能 她對所有就是可能發生大規模的人群聚集的這種現象 感到非常的恐懼 所以此前你看,無論是中國自己 因為鄭州水災民眾去獻花 還是說李克強死了,民眾去獻花 中共它都要進行強有力的打壓和維穩的 這樣另外一個因素呢 中共不希望說有大量的民眾去獻花以後 形成一種輿論發酵的一個效應 輿論一旦發酵以後 可能會令更多中國民眾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襲擊日本學生事件出來之後 中共外交部模擬仍然說 這是偶化事件 中國仍然是最安全的國家 不過很快就遭到打臉 有網友說 中國的安全 警察保護不了 是靠一個叫胡有平的女人保護的 而中國的警察所保護的 僅僅是共產黨統治的安全 所以人家不跟你玩了 網友發了截圖顯示 蘇州日資企業開始大規模設置 除此之外 韓國在27日發出中國旅遊警戒 台灣亦將負中國旅遊調升為橙色警戒 台灣陸委會指出 中共近期公佈情計《台獨條例》 對國人人身安全造成極大的風險 因此提升警戒提醒大家 美國的總統大選辯論引發全球關注 各國分析家及議員指出 雖然首場辯論沒有提到外交政策 但是現任總統拜登欠佳的表現 將使美國盟友為川普重返白宮開始做準備 而馬斯克則說 這場辯論是為了換了拜登候選人身份做準備 路透社報導 很多拜登的支持者 希望通過這場辯論 而能取消人們對拜登年齡大 而不能連任的顧慮 但是辯論會上81歲的拜登在講話表現上 明顯有疾口、遲鈍的情況出現 分析家對昨天川拜兩人的表現的結論就是 這場辯論為川普注入一劑強心針 而敢引發民主黨恐慌 第一場辯論主辦單位CNN 對登記選民即時民調顯示 川普以67%壓過現任總統拜登的33% 被認為是辯論會贏家 辯論前 55%的受訪者預期川普表現階 拜登是45% 在川普和拜登的首場辯論剛剛結束後 CNN在現場評論 評論員第一句話竟是 民主黨內正在極度恐慌中 民主黨內正在緊急開會 甚至正在討論換人的可能性 而《紐約時報》更在報導中 提到民主黨內掀起換燈聲浪 美國首富馬斯克在X上表示 這場辯論是為換了拜登候選人身份做準備 奧巴馬時期的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 卡斯楚在X上說 今晚的結果完全可以預料到 拜登進入辯論的門檻非常低 但他甚至連這個門檻都沒有達到 著名政治分析家華特說 這場辯論只是提醒了選民有關拜登的弱點 特別是他的健康和精力 可以肯定的是 川普並沒有贏得這場辯論 而拜登卻輸了 而這場辯論將會改變尚未選擇的選民 而美國盟國的外交官和官員 對於拜登的辯論 還表示失望和擔憂 其中一些人暗示 他們擔心拜登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連任核武超級大國的領導人 前日本外交官 日本智庫皆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龔家邦然表示 川普並未贏得辯論 但拜登可能已經崩潰 韓國智庫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 彼得里表示 這場辯論更加提升川普重返執政的可能性 他預估川普將再度非常強硬的施壓盟友提高國防支出 德國政府負責協調和美國合作的官員 也敦促美國民主黨考慮更換總統候選人 據世界新聞網的消息 對於民主黨來說 如果換人 副總統賀錦麗將是最受青睞的人選 加州州長劉森有可能成為競爭者 墨西根州州長維特麥 和伊利諾州長普納茲克也有可能參選 但他們在美國人氣不高 而民主黨委員會 如果通過投票決定新的提名人 這樣可能會發生一場非常激烈的接班人之戰 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 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共戰狼外交風格的代表 日前他和中法建交60週年專題討論會上 再度語出驚人 稱台灣政權是中國版途中的叛亂政權 還當眾表示北京當局隨時有權驅逐這個政權 而盧沙野的言論再次引發熱議 盧沙野26日受邀出席中法建交60週年專題討論會 他在演講中談到涉及台灣的話題時說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 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 目前在台灣的政權是中國版途中的叛亂政權 中國政府隨時有權驅逐這個政權 將台灣的治理權重新收回 而中國政府是考慮到台灣民眾的福祉 所以不想用武力實現這個目標 盧沙野還指責美國 縱容支持台灣當局搞台獨 不斷增加對台軍售 他還威脅說台灣的前途只有一個 就是重新回到中國 如果不能夠以和平方式 那就以非和平方式 如果有人不想要一國兩制 那就實行一國一制 不過,戰狼大使的這番言論遭到網友嘲諷 不少網友就說 顛倒黑白是共匪的拿手好戲 盧沙野說的是事實 內戰還真沒有結束 先有民國政府,後有共產黨奪權 要說叛亂政權也是共產黨 要說也是驅逐中國共產黨 有觀點認為 這種言論實際上暴露了中共的野心和對台的武力威脅 聲稱為民眾福祉 只是掩飾中共想要擴張主義的藉口 實際上,這種表態只會加深兩岸緊張 彰顯了中共的無賴本質 中共戰狼一貫對外強硬,而實質內虛 28日,2024年環太平洋演習登場 這次軍演是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帶領29國,超過25,000名官兵參加創歷年之序 有分析說,這次29國 重點是實彈擊沉一艘4萬噸重的目標艦艦 而這被認為是對共軍武力攻台的可能場景做準備 網友評論說 看來中共從未見過29國在家門口軍演是什麼陣勢 沒有實力反擊,就只剩下戰狼門用嘴和美國叫陣了 美國國會眾議院25日全體通過的《法輪功保護法案》 持續在海內外華人圈引起反響 有多位大陸民眾表示支持 尤其在上海成立兒童大器官移籍中心之際 更引發民眾擔憂 專家指中共邪惡 呼籲中國家長要凝聚力量抵抗 因為中國的青少年及兒童頻頻失蹤 美國眾議院法案要求 中共必須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要求美國制止中共的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反器官的行為 並要求美國對中國境內參與和協助活摘器官的人員實施制裁 制裁方式包括財產凍結、禁止入境美國、經濟及刑期系列處罰等 法輪功保護法案下一步將提交給美國參議院討論 一旦通過,將交由美國總統簽字成為法律 大陸白領毅先生27日對《大紀元》說 這個對中共那些具體的作惡者有很大的震懾作用 會令其他可能的作惡者引以為界 也使得中共對法輪功迫害的殘酷情形更講為全世界人所知 而610辦公室的高級別官員參與迫害的案例特別多 現在需要搜集他們的證據 大陸體制內退休人員張先生27日也對《大紀元》表示 這個法案提得非常好 因為中共鎮壓法輪功還要活摘法輪功的器官 這是反人類罪,也犯了種族滅絕罪 屬於嚴重侵犯人權 而這個法案保護的不僅是法輪功學員 還包括其他社會成員 大陸的吳律師對《大紀元》說 這個對造官的影響很大 而公佈被制裁者的名單本身就會有好效果 這件事對中共政權的消解作用很大 女美學者胡平28日也對《大紀元》表示 公佈受迫害案例會進一步暴露中共在這方面的罪行 將其大白於天下 喚起世人的警覺和反感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巴黎 喚起世人